我叫乘香多万杰 给大家带来一个泰国的非对称式的恐怖游戏 这个感觉比第五人格恐怖多了 我今天玩的人类地图是医院 上来我们要先翻箱子 人类要翻箱子才有道具 我翻的这个黄色的箱子是破译用的道具 红色箱子里才是逃跑用的道具 这个游戏的QTE很简单 只有E和Q两个剑 翻黄色箱子和破译才会有QTE 我翻到了箱 这个箱是必需品 破译必须要先用这个箱 我们去找下机 找到了 这个就是 我先看一下外面安不安全 好像没啥事 回去破译 破译是两个步骤 先上箱 然后还要找钉子 然后再超多 他这个商箱的速度 还算很快的了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 另外一个 更慢 我先翻个箱子 看看是啥道具 是圣水 先不拿 有队友标记了钉子 在二楼 我们去拿一下 拿到钉子 回去继续破译 看到了吧 破译的老慢了 不过一共就三个 幸亏不是五个 我剪辑了一下 这个时候 听到旁边 有破门声了 完了 来了 我正想钻洞呢 就给了我一下 看看他过不过来 赶紧跑吧 人类是有耐力的 左下角的蓝条 耐力没了 你就跑得没突如快了 钻这个洞 哎呀 完蛋了 这这会是死路 他快门还给我打晕了 快快跑 我捡了个可以封门的 这个洞可以跳下去啊 但是稍微掉一点雪 我们先绕一下 哎 不行不行不行 跳吧跳吧 屠夫是从洞里下不来的 他只能绕 我先找个针去吧 我正在好了自己号 对我死了一个 正好在附近 我拿了他的灵魂 去找个小佛像 复活他去 复活了 走走 继续破译去 我破译好一个号 对我死了一个 我正翻宝贝呢 跑快跑 铁又来了 哎 钻弄钻弄 哎 玩犹子 被他套住了 他提前在毒过来了 哎 这个刀具咋用 封不住吗 哎 没封住 我得再摁一下吧 这样放上了 再钻 再钻 哎 完了 我血不够了 我没法跳了呀 我会死的 完 没了 我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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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惨了